哈喽大家好 欢乐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特斯拉最近有许多迷样的举动 非常好奇 对于特斯拉做出这样的决定 你是怎么看的 包含在以往总是胜数的官司 特斯拉突然180度的大转弯 选择庭外和解 以及你知道吗 Cybertruck的渲氧力 或许可以更高 只是出于未知的原因 特斯拉选择不这么做 另外如果你有追踪我IG 或者Facebook粉丝团的朋友 应该知道 上周当马斯克抛出8月8号 要发表无人计程车的大新闻时 我之所以没有做评论 是因为我人在夏威夷啦 所以如果你好奇 我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我留在今天的影片最后 再跟大家聊聊 一如以往 如果你觉得我花大量的时间 帮你收集资料 剪辑影片 对你了解电动车的消息 有帮助的话 我真的只需要你在下面 帮我按个赞 并且追踪我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追踪的话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啦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聊聊 这几天的新消息 看看特斯拉有哪些 迷洋的动作吧 按住这边特别感谢 伽马 翠光 隔日子 赞助这支影片的播出 如果有贴隔日子虚招的朋友 记得使用我下方链接 去购买他们的产品哦 首先第一个想跟大家聊的 关于特斯拉最近的迷洋动作 大家是否还记得 不久前才跟大家分享过 关于北加州 黄性苹果工程师 在多年前 启动autopilot的情况下 不禁致状身亡的案件 在以前类似的案例 特斯拉总是获胜 因为特斯拉总是主张 是驾驶自己不注意 而滥用了autopilot 而特斯拉也尽到了告知的义务 在所有人使用这套系统前 都必须勾选知情同意书 因此特斯拉往往都是 站在胜诉的这一方 但不久前 黄性工程师家属的律师团 改变了策略 他们把问题着重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特斯拉 明知道autopilot存在缺陷 例如像这个案例中 他的车驶入了分隔线内 最终导致车辆撞上缓冲设施 刚好才刚损坏的分隔岛上 另外即便特斯拉知道 这套系统存在缺陷 但由于特斯拉的CEO 也就是马斯克 过去对于这套系统 过度自信的言论 也导致驾驶滥用这套系统 特斯拉应该也要负起责任 尤其透过之前特斯拉工程师的证词 家属律师团也强调 特斯拉并没有针对驾驶 是否有保持注意力 做太多的研究 而且特斯拉应该非常清楚 自驾系统会被滥用的可能性 而这也确实在以前车内摄影机并没有启用 许多人会使用像自驾神器这种东西 来实现所谓的无介入驾驶 不过这几年来 特斯拉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诸多改善 但至少在事发的当年 滥用的可能性确实是比现在还要高的 而黄姓家属律师团改变策略后 很意外的前几天从法庭的文件知道 特斯拉已经与黄姓家人和解了 但和解内容并没有被公布 不过我猜这个金额应该是不小 尤其是特斯拉之前还在胜诉的状态 加上马斯克也曾公开说过 即便他们可能会输 他们也永远不会对他们不公正的案件 投降或者和解 所以在这场关系中 特斯拉的态度大逆转 从原本的胜诉到突然的进行庭外和解 这确实是让人非常意外 所以我非常好奇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但我自己猜测啊 非常有可能是因为目前北美正在进行FSD全面大开放的时期 加上针对这场事故 可能有特斯拉他们不愿意公开的资料 衡量之后他们觉得和解是更好的途径 不然从原本胜诉到突然和解 这真的是非常罕见 而虽然目前的FSD 不管是在驾驶监控 以及行驶的流畅度 都比当年要好太多太多了 但各位也不能太大意 因为偶尔它还是会有出包的时候 像我之前的影片下就有观众留言 它的FSD去撞到闸门的案例 说到底我们目前使用的FSD 其实它的自驾等级 跟这位黄性工程师的autopilot一模一样 都是在level 2而已 所以真的自己的生命还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案例一开后 我还蛮好奇 日后所有跟特斯拉自驾有关的诉讼 其他的律师团是否会开始改采这样的抗辩 这一点我们就接着看下去 而另外一个我也很好奇大家怎么看的 就是关于Cybertruck的电池容量啦 我们都知道Cybertruck实际交车的续航力 跟当年发表日所宣称的差了不少 我自己对这点说真的也是蛮失望的 但现在看来 有可能这是特斯拉深思熟虑后所做的决定 知名的拆解大师Marone 对特斯拉的Cybertruck进行了拆解 在打开了电池组后 竟然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空间 是没有放置电池的 一些Marone的工程师指出 这基本上是半空的状态 而Cybertruck的首席工程师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它展现了说话的艺术 指出这是半满的状态 但不管是半空还是半满 表示其实Cybertruck是有能力 可以搭载更多4680号电池的 如果依照目前续航力的推估 要达到发表日当时宣称的500英里 就变得非常有可能了 但问题是 特斯拉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取而代之的是 在未来要推出增程电池组 虽然我们也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真的问世 但这半空或半满总容量为123千瓦时的电池组 也是目前电动皮卡中容量最小的电池组 所以这真的很有趣哦 我非常好奇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 为什么特斯拉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自己猜测最主要还是因为成本考量 加上超过300英里 也就是500公里左右的续航力 应该是目前市场的甜蜜点 500英里固然好 但如果只要超过300英里 大部分的人就可以接受的话 在目前4680号电池产能依旧有限的情况 一样的电池数量 如果能造两台车 为什么只要造一台呢 更况在获利上 卖两台应该还是比只卖一台 获利更高 所以出于这样的考量 我们才会看到电池组里面 竟然有将近一半是空的画面 但同时也说明 在未来如果真有需要的话 特斯拉或许会推出 直上500英里版本的Cybertron也不一定 但当然啦 这事情应该不是短期内会发生的 以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 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我真的非常好奇 但即便电池只放了一半 Cybertron也绝对能负担长途驾驶 刚好最近我一个非常喜欢的频道 Out of Space 做了一个非常狂的实验 四台电动卡车 包含了特斯拉的Cybertron 福特的F150 Lightning Rivian的R1T 以及雪佛兰的Silverado 他们从美国东岸出发 直接横跨美国到达西岸的San Diego 路长超过2300多英里 也就是将近3800公里左右啊 一路上车辆除了充电 完全不休息 各位可以猜猜 这四辆电动车 他们抵达的先后顺序是如何 这边我就不剧透啦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过去看看这部影片 我把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我只能说成绩相当的不错 虽然其中有一台车最后挂掉了 但这么长的距离 大部分的车也就是花了40个小时左右 就能抵达 天哪两天不到的时间 可以横跨整个美国 我看我现在免费超充 礼仓还剩非常多 是不是要在它过期之前 也来一场疯狂之旅呢 所以事实证明 只要驾驶体力能负担的话 以目前的科技 电动车跑长距离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糟糕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或许这也能说明 为什么特斯拉决定 Cybertra的电池 只需要一半就好 因为这已经足够符合 大部分人的使用需求了 不过当然啦 我还是很希望能够看到 续扬力达到500英里的特斯拉 能早日出现 不知道这算不算是 特斯拉的挤压膏方式呢 因为根据一份最新的 彭博资讯调查指出 在美国有高达87%的 特斯拉车主表示 他们会再买一辆特斯拉 这高的惊人的品牌保留率 把位于第二名 Lexus的68% 以及第三名 Toyota的54% 远远的甩在后头 虽然我知道87% 这个数字有点巧合 但这是在台湾的朋友 才懂得梗啊 我相信彭博资讯 不了解这数字的含义 但也确实啊 像我自己也说过很多次 如果我现在就得立刻 要买一台电动车的话 特斯拉依旧会是我心目中的首选 最主要就是在各方面的考量之后 不管是在价格 续航力 软体更新 尤其充电的方便性上 即便某几项它不是最顶 但在整体考量后 特斯拉依旧还是目前最佳的选择 但其实坦白说 这几个月来 我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趁现在价格甜美 入手新的Model Y 因为我的车再过没几天 就要开到5万英里啦 表示大部分的保固都即将到期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考虑换车这件事情 尤其马斯克去年说过 仅此一次的FSD 可随车主转移的方案 继上一季又被推出后 这一季又悄悄的延续了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事 尤其它的自驾等级 还一直在Level 2的阶段下 让车主能够转移到下辆车上 这可以避免掉许多的争议 但同时特斯拉的另外一项缺点也浮现 就是它的车辆改变实在有点太慢了 虽然Model 3幻型版总算推出 但Model Y基本上改变并不大 我现在换车 当然电脑可能会比4年前快一点 镜头的画质也更好了些 但同时我也会失去超音波感应器 以及副驾的腰部支撑 最重要的是我目前车上 所有的升级包含了音响 电动前车厢 又有个方向盘 以及将近4年依旧好用的 伽马 脆光 隔热纸等等的 都得全部重来了 但却换了一辆改变并不明显的Model Y 我后来想想还是作罢了 我应该会等Juniper版本的Model Y推出后 才会考虑 当然我猜跟我一样想法的车主 应该也不少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说 特斯拉车辆改版的速度 应该要再加快 尤其从今年第一季 我们已经看到销售明显疲软的状态 加上美国通膨依旧高于预期 短期内我看降息的几率越来越低 这对所有的车厂而言 挑战都会更为艰巨 所以希望特斯拉能够妥善利用 这高达87%的品牌保留率 增加车主换车的动力 同时也增加他们的销售成绩 当然其中也包含了 平价电动车的推出 接下来要聊的 虽然不是最新的新闻 但如果你好奇 我怎么看待马斯克 驳斥平价电动车计划暂停 以及8月8号 要推出Robot Taxi想法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啰 其实对于平价电动车 我觉得推出是早晚的事 只是它的优先度 应该是小于FSD 或者所谓的AI发展的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 马斯克博斥路透社报导的同时 也抛出8月8号 将要发表无人计程车 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想一想 目前一套FSD要价12000块美金 我们现在不说 它未来是不是会涨价 这些锁定25000块美金 评价特斯拉的消费者们 会愿意加价 将近车价50%的价钱 加购FSD的意愿会有多高 而就算FSD真有一天达到 可以自动开出去 当计程车来说好了 如果只要花钱就能买到 想必到时候一定会有一堆公司 一次购买上百上千辆车 来成立车队 我们自己就单单一两辆车 这利润拼得过这些公司吗 到时候到底多值得 让我们把私家车变成商用车 这还是一个问题 更何况越是平价的车款 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大 如果现在要打价格战 特斯拉能占到的好处 已经不如以往多了 更何况靠软体 也就是FSD赚钱 它的净利应该还是最高的 所以我认为FSD或者AI的发展 优先于平价电动车 这是合理的 但问题是我并不觉得 以目前特斯拉所有车辆的硬体条件 能够达到真正无人驾驶的程度 所以我在猜非常有可能8月8号 马斯克发表的将会是完全不同的车款 也就是专门拿来作为无人计程车使用 就像Waymo这些公司一样 车上的硬体设备 应该会与目前的Sexy或者Cybertruck有所不同 当然也有人说 马斯克只讲说是龙年的8月8号发表 并没有说是哪一年的龙年 而且在发表后离真正上市 也可能是好几年后的事了 但不管怎么说 在马斯克抛出这个讯息后 确实是有效的帮特斯拉股价直写了 不过很快下个挑战马上就要来到 不久后特斯拉就要公布第一季的财报 有鉴于上个季度的交车辆 算是跌破眼镜的低迷 大家对于这次财报应该也做好心理准备了吧 总而言之 我个人对于8月8号要发表的无人驾车 并不会过度期待 因为我不觉得这会适用在目前我们的车辆上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啦 也有可能是错的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的想法 今天没就请来到这边 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各位有美国身份的朋友 千万别错过直接领750块美金的机会 现在只需要申办一张确实信用卡 满足消费要求 免年费750块美金直接入贷 只要是美国公民或者居民身份 即便没有开公司 也能够用自己的设案码申请 我把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临走前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按个赞 记得追踪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一次的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